这条数真的可以称得上别开生命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条数就是一个有200多次方的当学生 然后就问这个数 比x-1除完之后的余数是什么 我们当然就不会直接拿这个来除200多次方 一来太浪费时间,二来就不practical 具体来说,有什么其他的tackle的方法呢?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开始,我们首先有一条这样的等值 a 的n 次方,减 b 的n 次方 这个东西呢,就等于 a 减 b 乘以 an 减 1 加 an 减 2 的 b 一路加,加到尾 a 乘以 bn 减 2 最后加 bn 减 1 次方 那... 其实这个括弧呢 在接下来的解题也不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有这条式呢 那就是说,a 的n 次方 减 b 的n 次方 那就可以分解 而其中一个因子呢 是 a 减 b 那这一点非常之重要的 那为什么呢? 那... 因为我们就要apply一些东西 下去这一条式 那接下来呢 这条式呢,就会变形成为 x 的 243 次方 加 x 的 81 次方 减 1 的 81 次 加 x 的 27 次 减 1 的 27 次方 加 x 的 9 次方 减 1 的 9 次方 加 x 的 3 次方 减 1 的 3 次方 加 x 最后,减 1 那我们总共 加了 1 2 3 4 5 6 那首先这些全部都是 基数的次方 那所以 出来的结果全部都是负 1 的 那我们总共 1 2 3 4 5 6 加了 6 个负 1 下去 那所以呢 要平衡这条式呢 我们要加回 6 是最后的 那... 那... 然后呢,我们把它勾起来 把同次方的挪固 这简 ring 固入 那那但是,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? 那原因就是 我们我们可以 提供到上面的这条式啦 那上面的这条 A 的 N 次方 减 B 的 N 次方 那么,您や dá A 是 X 的话 1 是 B 的话 那么,N 就提供来 刚刚加的次方上面 那我们呢,就知道 每一个挪固呢 我们都可以抽出 一个 A 减 B 来 paragu Her 就是x-1 我再寫一次 x-1 抽了什么出来呢 不要紧的 我暂时就不管这块 例如alpha加beta 加gamma 加很多东西 总共抽了六块出来 但是六块东西呢 由于上面的这条式 我们都知道 它可以抽出一个x-1 就是简单点说 如果拿比x-1 除的话呢 前面这六个括弧呢 全部都可以比x-1 整除的 既然 前面那六个括弧都可以比x-1 整除 它剩下的余数 就是我们剩下的constant 所以我们今次 这条多项色 比x-1 整除之后的余数呢 就是正六了